从国王最宠爱的情妇到沦落街头万物所指的郎当女人 天生丽质的女人想要按自己的心意去活 似乎总是以悲剧收场 大家好,欢迎来到阿伦坡小油管 今天就为大家分享这部充满古典七夕的电影《劳拉·莫特斯》 在一个人山人海作物叙徐的马戏团表演现场 这里的节目不是惊心动魄的薛手表演 也不是精彩的杂集演出 而是让一个美艳无比的女人 讲述自己这些年的风流艳势 这个女人就是著名的交际华《劳拉·莫特斯》 观众只要花点钱就能问她任何问题 无论多么的忙完下流 因为这就是劳拉的工作 也是这个马戏团最为吸引人的节目 随着表演的进行 劳拉一点点回忆着自己的人生轨迹 很多年前年轻美丽的劳拉 还是钢琴王子李斯特的情人 两人男才女貌互相吸引 但两人都没想过认真对待这份感情 特别是对李斯特来说 她的世界从来也不缺漂亮的女人 劳拉对她来说只是其中一个 当她离开时甚至不会有任何负担 而劳拉也同样非常的坦然 她只是要求李斯特进口和她道别 而不是在睡觉时不辞而别 后来劳拉父亲在印度服役时不经顽固 家里就失去了经济来源 母亲为了生计 只好带着劳拉怨动她乡 为了节省开支 母亲只给劳拉买了一张下等船的船票 这里鱼龙混杂 很容易挤在一个屋子 着实让劳拉很不适应 而劳拉的母亲因为做了丈夫副官的情人 才得以住在头等舱 对于这个没心没肺自私自利的母亲 劳拉的心情非常复杂 她也不知道应该怨恨还是应该羡慕母亲 总之母亲令她失望 她感觉自己访红被这个世界抛弃了一样 一个人走上甲板吹着海风 任凭委屈的泪水去地一样泛滥 后来母亲为劳拉找了一个对象 一个富有但非常年老的男爵 但不巧的是当时男爵因为身体原因 提前去了别墅疗养 趁着母亲和男爵的朋友商量以后的事情是 劳拉经过一番思量以后竟然不辞而别 偷偷跑拉出来 后来母亲的情人 也就是父亲生前的副官莫里斯追上了劳拉 她也趁机向劳拉表露了心意 原来她一开始喜欢的就是劳拉 当时劳拉不觉需要一个归宿 便顺势就嫁给了莫里斯中尉 一开始两人的生活也算幸福 但任何事情都难逃世间的摧散 久而久之 莫里斯就露出了本性 她酗酒找女人不宜而租 到了后来 劳拉连抱怨都懒得再抱怨 她只想彻底结束一切 离开丈夫以后 劳拉想充实童年旧梦 成为一名芭蕾舞舞者 她不畏艰难客户训练 终于有天一名惊人 成了舞蹈明星 有次在波兰华沙演出时 沙俄的总督还疯狂地爱上了劳拉 但劳拉生命大义 最后依然拒绝了这个 臭命昭著的暴君 不料总督一怒之下 就让自己的骑兵 接走了劳拉 好在半路上 法国大使出面 救下了劳拉 劳拉于是就和法国大使 共同了一晚 深圳后来韩传为美谈 就在表演进行时 医生来到后台 告诉马戏团的小丑说 劳拉的身体越来越糟 如果不听这演出 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小丑知道劳拉最近很累 但他也知道老板肯定不会终止演出 这是劳拉的表演继续进行 据说劳拉后来去过土耳其 曾经在奥斯曼苏丹的完工沐浴 后来他又去过俄国 沙皇甚至把 抛过劳拉脱鞋的香槟 分给食品喝 总之劳拉所到之处 立刻就会引起轰动 成为当地的焦点 后来到提卧利时 劳拉爱上了当地一位 英俊的指挥家克劳德 然而当劳拉得知 克劳德并没离婚时 他立刻就怒不可遏 当众给了这个骗子几个耳光 随后劳拉就愤怒地穿过观众席 走到克劳德的妻子面前 他将克劳德的嘴脸 告诉了克劳德毫不知情的妻子 并归还了克劳德送给他的戒指 因为他看不起这样的男人 劳拉的举动 引起了观众一片喝彩 这件事以后 劳拉就在当地出了名 很多社会名流无名而来 后来有天 来拉一个马戏团的团长 也就是现在劳拉的老板 原来老板看重了劳拉的风流艳势 只要劳拉跟他到马戏团 他相信他们一定能靠此赚很多钱 但是劳拉对此毫无兴趣 他可不想像大象一样 供观众傻笑 也许在团长眼里 他不过是个绯闻缠身的 无耻郎当的女人 但在劳拉看来 他所做的一切 只是因为自己喜欢 尽此而已 团长见此只好告诉劳拉 等他需要时 可以随时去马一团 随后不久 劳拉就辗转来到了巴巴利亚 中途他让一个青年学生乔治 为自己带路 乔治是个一无所有 但思想进步 满怀政治理想的幼稚青年 抵达目的地后 劳拉租了一个价格便宜 但很简陋的阁楼 不料就在这时 劳拉收到了剧院的面试邀请 眼看着工作有了着落 劳拉所幸就换了一个更大的套房 然而不幸的是 劳拉的面试并不成功 他所贷的钱也已经所生无几 正在这几样关头 一个国防卫队的军官看上了劳拉 军官答应将劳拉介绍给国王 劳拉于是就做了他的入水情人 但一段时间以后 军官依旧一拖再拖 并未把劳拉引连给国王 当时劳拉遭遇破产 他已经等不及 便直接冲向了王宫 本来发生这样的事 国王一定会把他驱逐出境 但劳拉的美貌让国王也嫌一亮 他有点舍不得这个美人 劳拉趁尼在国王面前 抱怨剧场老板不懂艺术 有眼无珠 他想让国王出面 帮他说情 让他留在那个剧场演出 为了证明自己的身材 劳拉甚至撕下了领口 脱下了外衣 劳拉身上的野蛮和美食世俗的洒脱 主持让国王非常惊讶 国王赶紧令人取来针线 为劳拉封抛了衣服 后来在国王的大力支持下 劳拉的演艺事业可谓是顺风顺水 劳拉自然也是知恩图报 从那以后他就做了国王的亲人 劳拉将劳拉留在宫廷 国王于是想了一个无懈可击的主意 他想为当红的舞蹈明星劳拉绘制一副肖像 国王还挑了一位画画画的最慢的画家 只为将劳拉多留几日 当画家画好以后 国王又前妻画家的话太过孤伴 画家于是提议让劳拉脱下外衣 国王的脸上才露出了笑容 从那以后 国王一会儿不喜欢劳拉的衣服 一会儿又讨厌劳拉的手套 终于到了最后 劳拉只能以最支撑的一面和国王相见 当然他的付出也没有白费 国王后来就送了他一座宫殿 国王从那以后也不再咄咄闪闪 劳拉就成了他公开的情人 但是当时 国家的社会矛盾早就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刻 国王又找了个如此招摇的情人 民间的愤怒自然越来越强烈 人们的矛头不可避免的 折消了劳拉这个混言祸水 终于有一天 愤怒的民众袭击了劳拉的宫殿 劳拉终于意识到 他和国王的结合一开始就是一种罪恶 国王身上不只有家庭的责任 更肩负着一个国家的中担 事到如今 国王只能和劳拉分到扬镳 现行撤离 这时劳拉已经无所依靠 外面的民众巴不得将他生存活泼 好在这时 劳拉遇到了当初那个名叫乔治的学生 他很理解劳拉追求爱情的初衷 还认为他是自由的象征 在乔治的帮助下 劳拉最后抄小路偷偷逃离了这座宫殿 当时乔治早就喜欢上了劳拉 更想和他过简单的生活 可是经历了这么多 特别是做过国王的情人以后 劳拉已经很难再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 而且有一点 乔治也误会了他 劳拉其实真的爱上了国王 并非像乔治认为的那样 只是贪图富贵 去用心作祟 并且那段时间 也是劳拉最快乐的时光 虽然他那样短暂 告别乔治以后 外面居面的劳拉 最终还是加入了麻衣团 他每天都会表演 最为危险的高红跳跃的项目 医生觉得他有病在身 这样的节目稍有差错 简直就是自杀 本来医生想警告团长 起码应该布置一下安全网 结果劳拉自己 反而让团长撤下安全网 其实他已经堪难生死 不过最后 劳拉还是准确的跳到了 逃亡床上 死亡其实也很难 养出的最后一项是 观众只要花一美元 就可以和劳拉近距离接触一下 仔细看看这位著名的交际花 只见观众非常踊跃 正像一度 劳拉的风采 电影也到此结束 该片除了女主 以及非常精致美观的 服饰场景以外 在剧情上其实 乏善可陈 有点像温温水一样 令人乏味 而且虚实又像流水帐一样 纵马观花 没有重点和灵魂 引许导演的野心很大 但本片呈现出来的效果就是 由于故事的单一线性 缺乏转折 让劳拉这个人物形象 显得过于单薄 很难引起观众的功名 也就是最后一段情节 倒是让人颇为感触 劳拉拒绝做乔治的妻子 也就彻底拒绝了平淡 她带着冰露的身体纵身一跃 完全是圣子看淡 全无所谓 如果说劳拉身上最大的亮点 那大概就是这种率性和洒脱 追求自我在任何时代 都是一件在痛苦中 修行的简单旅途 不是所有人都能忍受 人们的嘲笑冷眼 以及不被理解的孤独 所以依然选择这样做的人 一定是内心非常强大的人 无论成败 对自我来说都是一场胜利 因为这样的人才真正活过 好了 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